今天是我們這本書的主編 還有我們楊翠教授是我們的總顧問 以及在這次差不多這次口述歷史 無關是當初假或是當初假的親友 那麼今天這本書可以來發表 我們今天是在台中市政府的文心老頭前 有一本有關於白色恐怖的選擇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 台中市政府是我們這裡最關注的保護制度 現在是立主的是林家龍市長 我十多年前來到台中的時候 因為我本市也是參加核心運動 很關心這些可以說 反抗不移政權的人 他們的敵數 但是擠來擠去都擠不出什麼 有這些東西 那慢慢的有一些個別的 輸染者或是他的家鄉有些資料出來 包括我們綜藝人 全身的幾個本書 包括楊健老師 我們看到楊潔的肩皮 一些過期去用淹沒的故事 那麼所以今天來開這個記者會 我就在想說 要怎麼來講話 因為 歷史過去是被人在嚇 現在我們透過口述歷史 現在的時間是兩千共產黨的二十二月 齊山 這次第一次是林家龍市長 現在收進行的世界英文 所以我們傳聞 在這個台中政治社會 紀最關鍵書的靠方紀錄 這個新設法表會的記者會 我認為我應該有這個政治所做的事情 他也很高興他練習慣 他就有辦法把他完成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一方面實現了 我在今年二二八這個紀念會上 所講的 要來針對二二八跟白色恐怖時代 這些受難者來進行 這個口述歷史 跟呢 一些就是文史資料的整理 那麼今天看回來 這差不多 五到十九個的時間 來完成這個各位 也要感謝我們文化長頂 王頂頂的支持 我們的彥兵 他的這個道理 那 我們的主題 我們看到這本社 是因為黑暗 所以我們穿越 這是在說過期發生的事情 過期的歷史曾經發生過 但是被撕掉的一頁 我們希望把這個能夠補上來 這個是我們對上一代人應該做的事情 但另外也有一層的意義 是為了讓下一代的人知道 我們是怎麼走過這一段黑暗的歷史 當我們今天有光明的一個環境的時候 一方面要感恩 一方面呢 一方面呢 也是要更 珍惜 這得來不易的 這一些 我們可以吸收 呼吸 自由的空氣 所以這一本書名 我其實寫了一個序言 我是把它 從過去連結到未來 大概寫的是啊 穿越黑暗 現在 珍惜 民主的光 因為前半段時 因為黑暗 所以我們穿越 那穿越黑暗之後 要珍惜 現在 民主的光 那這個也是台灣 今天啊 我相信 從 白色恐怖 是黑暗的 某個時代 某個意義來講 那個時代是黑白不分啊 白色恐怖 但是是黑暗時代 那我們希望 我們 現在到未來 是一個 彩色的 光明的 時代 那 珍惜民主的光 包括 自由 與人權這些 價值 能夠深入到每一個人 的生活當中 我相信 就像楊葵先生所講的 壓不扁的玫瑰 壓不扁的玫瑰 是因為 有一種 這個 理念 志氣 很勇敢 在面對 不公不義的 這個壓迫的時候 我們還是做自己 這樣的精神 我希望透過口述歷史 能夠呢 跟時間賽跑 那麼